所以他現在要走回去了喔 啊! 欸不不不不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姐 歡迎來到我的夏季汽車 上一次呢我們已經成功搶奪到我們的女朋友 今天我們要來跟他約會了 但是他有特殊的一些癖好 所以我們必須把我們的車子做一些調整 就來看看該怎麼改裝我們的車子吧 Let's go! 那今天呢已經是禮拜一了 為什麼不是禮拜天呢? 因為呢我花了好多時間把東西弄回來 就在裝了一些模組之後啊 我這一本書不見了 然後我後來去查很多資料才發現 呃豪宅的模組呢跟一些引擎的那個模組呢 可能會導致於這本不見 所以我把一些東西都刪掉了 所以你們看我們的車子已經回到原本的樣子 我就這樣也好啦 回歸最原始我們的車子 然後再去改裝感覺會更讚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呢先來把這個車子開進來 待會呢應該商店老闆那邊喔 我們就可以去拿我們報紋內飾了 好不好 OK 欸突然覺得 改回原本的這一種的感覺喔 會比較好開一點點欸 恩打 煞車 急火 那這次要改的呢 主要是有椅子嘛齁 然後還有這個格勒貼 我們先從這個好了 黑包車窗貼子 那這個改就是 直接就好了 超快啊 喔他只貼這個 我後方跟後面這一塊玻璃這樣子 各位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不妨在下面幫我點個讚 點個訂閱 讓我叫你們喜歡 那因為今天我們是要爬七辣嘛 所以我們就來取個 八七六 爬七辣 八七六個讚 好不好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突破 GO 好那我們就先來裝椅子的部分 為了準備這一集喔 我還去找了一些原本的檔案 然後來換回來 才能夠完成這個部分啦 不然喔 我們沒辦法訂購那個東西啊 基本上好像是不會成功的 好先把這拿出來 那這個我們就先放這邊吧 OK 另外一個也沒問題了 安全帶是八號 慢慢的拆解 約會一定會比較順利的 其實要是我我也想要做這個啦 那這個我們會把它裝一裝 好 那換完了椅子的部分 還有一個東西要換 就是方向盤的部分喔 換成最原始的那一個 原裝方向盤 變得好醜喔 好 基本上我們這一台改裝的部分就是 方向盤 椅子後面的音響喇叭 隔熱貼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準備去商店那邊 老闆的貨已經來了 那我們還必須帶這個酒 因為喔 這個女生呢 很喜歡喝酒 也很喜歡抽菸就對了 所以我們必須帶一些酒 然後他才會比較喜歡到我們的車 那我們這邊喔 還有一瓶這個烈酒啊 我看烈酒我也給他帶著好了 喝醉了 看可以幹嘛 好不好 噴噴叫啦 走了 這個時候呢 最適合聽一首歌了 你總是說我 各位我們到這邊了 喔 橫刀多愛才是愛 別馬子我最愛啊 好啦我們先進來跟老闆買東西啦 靠這邊請靠這邊請 老闆 看多少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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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我們放好我們放好 那這個我們應該是先放後面好了 先放後面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買了這個爆紋喔 有三個東西喔 我們直接把它打開 三個都開一開 開箱 歡迎回來我們的開箱節目 哈哈哈哈 這個是方向盤喔 我們先來給它弄一下 齁 哈哈哈哈 好燒包喔 這車子 好然後 這個儀表板呢 哇 這也是還蠻好看的 加上我們的那個燈呢 又是一些紫色的感覺 那這個是椅子的 哇 配我們這燒包圖案 藤圓爆紋車 哈哈 有一點不同了喔 好不好 據說它晚上的時候 是會站在這邊喔 然後白天的話會站在他家 他家好像就在右邊那邊而已 打個方向燈啊 看他在不在 各位我要看到他了 牛仔褲 哈囉 看什麼看什麼看什麼 耶 來來來來來 來坐來坐 覺得如何呢 唉唷 他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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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看來蠻喜歡的喔 沒有特別挑剔我們的車子 還是怎麼樣之類的 好不好 喔他開音響了 那據說呢 是要在路面上開車啦 兜風啦 有車盒這樣子 他才會開心啦 然後盡量速度 說要維持在80到100之間 不要出車禍就好 好各位我們就加油囉 努力達到80至100之間的速度 吸煙喝酒 我再喝一瓶 各位千萬不要學喔 這只是遊戲喔齁 跟我們在一起 算還不錯吧 挺有新鮮感了吧 為了你把車子精心打扮成這樣 我們上次不是把人給撞死了嗎 我發現他們的車子裡面是豹紋的耶 只是是黑白豹紋的 喔 orden 他會看這個喔 我的天啊 喔原來這個可以用喔 我都不曉得耶 他如果覺得OK了 他說 他說走吧 我們去那個斜坡那裡吧 所以我現在就在等他講這句話 我們就可以去了 去了之後就會 唉唷 看看會幹嘛 目前大概已經過了四分鐘了 哈哈哈哈好久喔 糟糕有警察 QQ了QQ了 我就有門buck好了 不然這樣被抓到酒醉 我們就慘了 酒駕了不酒醉 酒駕 他怎麼還不講話 你要喝幾罐啊 哎呦我開好酒了餒 Are you happy? happy? 我們去rap好不好 哈哈哈哈 不得想理我們了 喔也太久了吧 蛤 我跟他出來還蠻無聊的 他都不講話 哈哈哈哈 只顧自己抽菸喝酒 Oh my god 喔 我已經有開到剩一半了 乾一杯 各位我們就試試看 我們再等一下 好各位我決定了 我們等一下呢 就直接去斜坡看看 好不好 蛤 他要離開 為什麼 為什麼要離開 我有什麼地方做錯嗎 讓你不滿意嗎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停下來他就要離開喔 goodbye 就這樣 第一次不一定會就真的跟你出去這樣子喔 蛤 蛤 他就不見了耶 他在這邊 所以他現在要走回去囉 啊 欸不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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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法 哦 哇塞 差一點就隔壁了 所以呢我們第一次約會 他覺得太bowring了 欸我特別為你精心把車子都弄好了 結果 你喝了這麼多免費的啤酒 然後嫌我們太無聊了 他想念他哦 那我看我們再準備第二次吧 我們先回家好了 看看會怎麼樣吧 OK 好吧 各位我們回來了 現在呢 我看我們就先休息一下好了 舒服 好了 各位起來了 禮拜二了 這個應該才一大早吧 好不好 我看我們就乾脆直接再過去看看 然後順便呢 加個油 因為只剩下一半的油 我們就直接上電購吧 晚上了 我剛剛其實早上就已經來了 然後 我發現 他都不見了 他會不會是 走路走著結果被車撞死了 據說如果他被撞死的話 他就不會再出現了 然後我已經在這邊等了一整天了 他還是沒出現 所以我現在決定了 我要先存檔 然後再重新進來看看 看看他會不會在 因為現在已經是晚上的十點了 如果他再不在的話 我們真的是玩到壞結局了 對不對 現在應該是晚上十二點了 如果他再沒出現 那真的 事情就大屌了 蛤 會吧 蛤 怎麼辦 各位有這種可能嗎 他是不是真的被撞死了 蛤 好不 我覺得他可能真的是想不開 然後就 因為他在車上的時候曾經講了說 我覺得我好像 我好像沒辦法去承受 沒有他我覺得好無聊 可能需要再給他一點時間吧 各位我聽到 不尋常的音樂聲了 我從這邊偷偷看一下 蛤 蛤 他沒死耶 但女朋友真的不見了 這些女朋友會在哪裡啊 我已經在這邊等了一天了 都沒出現喔 然後他居然出現了 到底會不會真的是女生 回來的時候出意外了 還是真的被他藏走 還是什麼之類 我不曉得 我看我們再多等個幾天看看好了 那如果真的他不見了 就代表他可能真的死了 因為畢竟不太可能會這樣子 那如果 他出現了 我們就繼續約會 得到好結局這樣子 強摘的果子果然不夠甜啦 好不好 好吧 那我們就看看到時候會怎麼樣啊 如果真的沒有回來變成壞結局 我們就變成惡搞片 那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繼續看看能不能有好結局 所以這也有可能是倒數的第二集 或者是可能第三集 不一定 我們就看情況吧 感謝大家收看啦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幫我按個讚 按個訂閱 隨時按下小鈴鐺 追蹤我們追蹤心動態 記得我們的876讚 沒想到他真的復活了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死嘛 可怕 然後你看那邊 那邊居然站著一個人 OMG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